眼見離完工日十一月底越來越近 但東華大學校舍工地上的工人 卻集體罷工 有人烤肉 有人聊天 藉此表達抗議 原因出在校方 和建商的錢沒下來 而目前工人薪水都有小包商自行帶電 校方表示這些小型包商要請你的錢 其實分兩個部分 一部分是七月份的工程款 但已在九月六號撥給他們的上游大包 至於八月份的錢為何還沒下來 原因就出在建造單位認為 包商送件內容不符 另外還有部分建設沒有完成查驗程序 學校也坦承 因為複雜的行政流程 以及工程查驗 導致宿舍工程嚴重延宕 現在工人又因為沒有領到錢 而罷工不做 有學生覺得不可思議 宿舍蓋好的時間應該會更後面 那你覺得學校處置這個事情 處置得好嗎 我不懂他們為什麼不付那個工作的工人 他們錢 他們就是沒有真的展現什麼誠意 來做這件事 然後就問題連著一直一直 學長一直出現 校方表示當務之急 第一就是要先行趕工 其他法律問題就等到完工之後 再說 記者 溫家凱 華聯報導